台湾农业青年大使团日前访问印度 为其一周的行程与印度农业官员专家 传统市场业者深度交流 希望台印资源结合创造双赢 我们可以运用台湾的技术的优势 结合印度这边丰富的农业资源 达到双方资源共享 这趟访问台印接收获良多 印度东北纳加兰省提出希望与台湾 共同推动竹子产业合作 西北农业大省庞哲普省 驻首都办公室首长班达里 则对台湾的农业技术特别感兴趣 期盼双方就相关领域加强交流 农业大使团也拜会专职训练 印度农民技能的国立合作社 研究及发展学院 受到热情接待 双方沟通农业组织制度与运作 也创造合作契机 所以可能如果我有机会 我可以在印度农业的农业 我可以在印度农业 分享一些技术研究 以及在印度农业的农业双方法 用产品来当作原料 我们来去做一些加工的出口 配合台湾这个很先进的 这些加工的技术以及设备 让我们把产品可以出口到其他的国家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一周访问行程结束后 台湾农业青年大使访团举行记者会 分享他们参访的感想 及期待促进双方农业合作的构想 驻印度代表田中光表示 很高兴台湾农业青年大使访问印度 推动台印农业交流与合作新篇章 我们一起联盟与你的利益 你的年轻人 可能是我们的技术 因为我们是小的工具 如果我们能够计划15%的人 工作来生成65%的GDP 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会中当地媒体也提出许多有关 台湾何种农业技术 可以最快移转给印度 如何增加女性从事农业等问题 展现对台印农业合作的迫切期待